传载400家号作者,我有体育梦NBA卡佩拉,终于与火箭达成交易,网友,冠军文了,总的来说,在上个赛季对勇士威胁最大的球队不是骑士,毕竟骑士只有詹姆斯一个人站了出来,而是加入了保罗与安东尼的休斯多火箭。 在上个赛季的西部总决赛中,火箭可以说差点就将勇士打败了,所以打败勇士的任务可以说要指望火箭了。 就在今天,出现了令全联盟震惊的消息,中锋卡佩拉与火箭签下了一份5年9千万美元的合同,可以说在下赛季火箭就拥有哈登加哥登加保罗加卡佩拉加安东尼武巨头的恐怖阵容。 这支队伍相对于现在的勇士也是不逞多让,卡佩拉作为火箭内线的中流砥柱,他承担着火箭重要的防守任务,以及篮板球的争抢,悠着他站在内线。 哈登与保罗可以更加顺畅的带动火箭的进攻了,毕竟有着令人放心的内线球员阵守着禁区,正常比赛都会轻松许多。 火箭总经理莫雷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分高兴,我们很高兴他在接下来的5年中继续为我们球队效力。 公司高层都非常感激他的举动,我们的时机已经到了,有他在进去作证,我们就离冠军不远了。 除了莫雷,最高兴的就是球队老大哈登了,哈登似乎高兴的活蹦乱跳。 得到消息后,哈登立即给卡佩拉打了个电话表达自己的高兴。 哈登表示,对于卡佩拉的成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继续留,在火箭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 我对我们的球队非常有信心,卡佩拉的加入,火箭的阵容算是确定了下来,他们已经具备了一支冠军球队的实力,期待他们的表现,本来由我有奇遇梦圆创,欢迎大家关注。